Hello 你好 我是康祺 我是Anthony建松 这是BFM财经制作的开门建商之开门新趋势 在这个单元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开门做生意的新趋势 股权众筹在近几年几乎成为绝大部分中小型企业在拓展规模 筹筹资金的时候必然会想到的一个新型融资渠道 开门建商的投融资道单元就大幅报道过股权众筹 Equity Cloud Funding ECF的各种相关资讯 新闻日报采访黄景荣教授所取得的数据显示 2017年到2020年这四年期间 股权众筹成功率只几乎达到200%的 众筹总额更是增长254%的 其实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除了是我们的嘉宾以外 也很高兴就是Anthony建松成为我们这个开门建商的新朋友 大家好 是Anthony其实对于财经股市的听众来说应该是不陌生的 可是因为你就是做财经股市做的很多 相信是在上市公司的部分你可能比较有掌握 股权众筹其实你有接触过相关的公司吗 在报章上就有读过很多只是真正接触这方面的资讯其实没有太多 但有一些老板他们旗下有这些便利 所以他们都会提到他们怎么去筹做那些资金 是确实现在的这种渠道真的很多 那根据马来西亚证券监督委员会SC 在今年6月30号发布的青年资本市场的调查来看 其实除了是让企业来筹做资金 基本上这个股权众筹也成为一种投资工具了 马来西亚的境内年龄介于18到40岁 参与调查的这个1000名国人当中 其实总体有3%会在一系列的这些投资产品当中 选择股权众筹来投资 那么其中金融试读能力比较高的 有5%他们会选择投资股权众筹 可能操作起来比较方便 但是试读能力相对比较低的这些人群 就只有2%他们会选择去投资股权众筹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请到了众筹平台 MyStarter的创办人兼执行长文斌 那我们今天要向文斌大哥请教 那一家企业究竟在成功众筹后 要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欢迎文斌大哥 哈喽哈喽大家好 文斌大哥我想先从这个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好了 因为刚才我们就讲到了 投资工具其实股权众筹也成为很热门的选项 其实为什么当代的这个青年 他会开始投资 比如说股权众筹这项投资产品 对于一家企业来说 其实他又会是一个怎样的机会呢 就是以投资的角度来看 好当然首先我们先要定义投资在股权众筹 它其实是属于高回酬的一种投资管道 OK 因此当然也带来了另外一个我们常知道高回酬高风险 所以它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 那它其实跟股票没有什么差别是吗 它甚至比股票还要在高风险 因为它的回酬相比股票 可能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差距 因为其实在投资股权众筹 期待的一种回酬 是用倍数来算的 也就简单来说 我投资之后我可能会期待500%的成长 5年500% 或者8年2000% 那就是20倍的成长 当然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因为有人说难道真的这么好吗 主要的原因是股权众筹其实定义在 我们说Angel Round 就是比较初期的企业 还是天使投资人的环节 没错 它就处在天使的这个阶段 从一家企业从天使阶段 到它可能IPO 或者甚至有机会被M&A 它翻倍的机会其实非常非常的高 当然它要有能力能够走到IPO 所以我们所说的风险就在这个环节 它有可能变成零对不对 对它最高的风险 其实真正所谓高 最高就到零 就是你投资的 中文说血本无归 就是你投了钱全部都没了 有可能公司倒闭 经营不下去都有可能 可是这跟股票投资来说 其实它的整个horizon是比较长的 3年5年股票投资 可能你很快的equity比较高 你可以今天买 你下个礼拜就卖了 这个就不行 必须要一段时间 对最主要的差别在这里 因为股票投资 确实是今天买明天卖也可以 可是当然没有人这样做了 可是它有一个我们说的板 不管哪一个板 它可以随时都把它卖掉 而在股权众筹当中 目前这样的板 当然Security Commission已经在规划当中 包括我们的公司也在规划一个叫Secondary Market 这样的一个板让大家可以卖 只是目前还没有 然而我们也不是非常鼓励卖 所以它的时间也会比较长 短可能要3年5年 长可能要8年10年 来期待一个比较高的回酬 所以比起股市的投资者来讲 这相对是一个比较需要沉得住气的投资工具 是吗 对没错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一个patient的investment 它需要一点耐心 需要长远 中长期 是 其实我好奇的是 因为刚才做了一些小小的科普 看看这个股权众筹跟股市的投资 具体有什么区别 那按照现在的这个趋势来看的话 因为开场我们提到一些数据 是不是说现在很多企业 它对于股权众筹的迷思 可能比较少了 那就越来越多人开始在做这个工作 其实它还有其他的挑战是 我们需要去准备应对的吗 当然有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股票市场 跟股权众筹有一些很类似的地方 如果没有公司上市 投资人就没有股票可以买 所以同类型的是 如果没有人来做股权众筹 就没有公司你可以投资 所以第一个阶段在马来西亚发展 从2015年 有这个法令的颁布一直到现在 主要的面向各大平台 包括我们的公司 都是很积极的 希望公司能够接纳股权众筹来融资 那就有了这些公司来融资以后 才会有投资人 过去从刚刚数据上来看 2020年以后其实成长得非常好 有200多percent的一个成长 这个成长主要的来源 当然就是因为有越来越多公司接受了 我相信其实马来西亚 BUSA过去一度也非常积极鼓励 公司们要去IPO了 因为不然那个板 其实公司少 股票少 空空如也 所以同样类型 在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大量的希望中小企业 可以善用这个融资管道 这是第一个阶段 那这个当然有很多挑战 因为它不像一个上市公司 它成熟到已经有能力资源去做一个IPO 中小企业大部分的能力都撑之不齐 因此要能够规范 能够让它又搞懂什么叫股权 股票 股票有很多类型 要怎么保障它的公司 又要让投资人可以得到他们该得的 这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小企业的挑战 那他们的挑战就变成我们的挑战 因为他们必须搞懂才能上来 所以前面这个阶段 慢慢的市场上也越来越多 第三方有人出来 开始在市场上教导说股权怎么一回事 主要是面向中小企业 可是这件事情如果做好的话 股权众筹做好的话 其实对整个IPO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未来的企业在衔接上IPO 他们比较ready 它结构上比较好 至少财务比较透明 首先第一个条件就是透明 那对于投资人来说 其实挑战也有 可是相对便利 因为有了平台 我们必须审核到他特有的资格以后才能上来 那对投资人的挑战最大的就是 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判断该不该投资这家公司 当然作为平台 我们会告诉所有投资人说 因为经过我们的审核 其实我们审核也蛮严格的 为了让一个公司可以上 其实我们的conversion 就是我们可能要跟100家谈 我们才有一家能够把它list在我们的平台 差不多是1%左右的conversion 那这么严格的筛选之后 我们希望说 如果问我的话 作为平台 我就会告诉投资人说都能投 可是投资人有各自的喜好 至于该如何判断自己能投投多少钱 这个其实是现在很多市场上的一个挑战 我们也希望更多第三方可以来帮我们 就像我刚刚讲 那个issue就是公司 要怎么理解股权那一段 我们也希望陆陆续续可以看到市场上有 比如说可能一些像PR的公司 做IR的公司 能够来谈一谈 投资股权众筹的这种 该怎么去拿捏的这些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吗 股权众筹比较适合那些新创业的公司 而那些可能已经有一定规模的公司 比较适合去上市 逻辑上是这样 这个我把它分成两个阶段 从16年市场开始有股权众筹 一直到19年 众筹的金额每一次只能300万 一家公司最多500万 因此这个就很清楚的锁定在 比较年轻 比较中心或小型的公司 可是2020年它把它提高到1000万 2021年提高到2000万 因此现在是2000万 如果就2000万一家公司能融的金额来看 它已经几乎是在Limarket了 Limarket有些也只是筹500万 可能800万 可能更少 这个2000万其实是很高的一个数额 甚至在Limarket有些也是筹2000万而已 因此它已经可以某种程度 容许比较有能力的公司来中筹 那当然如果从我的角度来看 SC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因为它自己已经有了Limarket也有了Limarket 为什么要让一个private company 一个私人公司 又不是那么公开 透明可以融到2000万 主要是要跟国际接溃 因为大家都听过独角兽 独角兽的估值是10亿美金 就是一个billion美金 才能叫独角兽对不对 那马来西亚何时才能打造出独角兽 你看就算ECF可以让它融一个2000万 它离独角兽的距离还是非常非常远的 当然融值2000万是它融的钱 如果你用10%来看它估值 其实是如果以20个million它才200个million 所以还是很远的 所以这个是某种程度 我觉得SC想要跟国际接溃 才有的一些措施 当然对整个市场就会变成可能有一些 如果不是startup 我甚至觉得有一些中小企业 能力比较好的 其实我们也在看 也有机会来帮助他们 做一次的融资 可是文文斌大哥刚才你有提到 就是你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 你讲了什么投资者也好 或者是企业本身也好 甚至市场本身 其实都总结成一个挑战 就是对于股权股票有没有概念 这个教育是很重要的 那其实是不是就意味着 我如果有一定的规模 我就可以做IPO 那如果我有这个规模 可是我没有这个知识 可能我就会选择股权众筹 那可能相对那个路就比较好走 比较容易比较简单 这样其实会不会有一些风险存在 意思就是说 我可能也没有什么全盘的规划 因为我没有相关的知识 但是我觉得股权众筹怎么样都比上市容易 那我就选择这条路 那是不是间接就又进一步的提升了这个风险 对肯定是 可是在提高这个风险的过程 其实也就意味着这个企业 可以带来的回酬一定要高 如果没有对投资人来讲 他会选择去股票市场 这个很明显 我觉得就没有任何疑惑了 这个很简单的逻辑 如果他能够带的回酬要高 也就是意味着这个企业 他未来的成长曲线也要高 如果他没有一个成长的幅度 对投资人来讲 他其实还有很多选择 比如市场其实能投资的管道也很多 所以股权众筹本身也意味着 有这些企业来融资的时候 他们已经来到了一个风口 这个风口能够带来一些指数型的成长 公司的价值可以攀升 他才有吸引投资人投资他的机会 投资人也愿意接受所谓的高风险 那我再补充一点点 刚刚你聊到说 那如果我想要去IPO 我有可能已经某种程度 很接近IPO的能力了 可是我还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我要不要选择一个股权众筹 其实是这个企业主看他怎么看待 因为当然你要走整段IPO 他费用高 对不对 然后可能时间也长 那如果他要快速的接溃 比如说我本来选择Lib 可是现在我在考量上面 我想要快速的演练一下 我觉得股权众筹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你先把自己某种程度的 我们讲corporate exercise 先接受前端比较简单的一些formular 企业方面的演练 对 然后先在企业化的过程先走这一段 然后你可能会有100个200个投资人进来 你知道怎么跟他们deal 怎么面对他们 那你未来可能不用衔接上Lib了 你可以直接去到Ace 用这笔资金让你再快速的成长 用两到三年再去接一个Ace 这样有带来两个好处 第一个你从原来的Lib 因为前段的这个ECF的融资 本来是上Lib的 现在有机会去到Ace 那第二个如果你能够去Ace 其实前阶段的这些股权众筹的投资人 通通通可以Exit赚到他们该有的回酬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练习或者入境 可是吴大哥你刚才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当然在企业方面这是一个演练的机会 可是在投资者的部分来讲 可能这就是一个很高的风险了 因为可能进行股权众筹的企业 它毕竟不是公开的上市的企业 它是私人公司 它没有这个义务公开的财务报表 所以任何刚才吴文彬大哥提到的指数型的成长 来到一个风口 它都只是一个潜能 你当然有判断的标准 但是它是不实际存在的 它只是有这个机会 那对于投资者来讲 我怎么去监督这家公司的成长呢 所以他们也不需要发什么招股数 还是什么information memorandum 什么都不需要 只需要塑造一个故事 人家买进这个故事就可以跟你投钱 是这样子的意思 是也不是 当然首先它有股权众筹的法令 所以它并没有IM这件事情 它没有要求 如果它是Berhade的公司 会要求它有perspectus 那如果它不是的话 一般省联Berhade或者LLP的公司 会要求它要有turnship 所以还是要有的 那也要有valivation 不然你不知道怎么去计算那个股票的股值 所以这些该做的部分都要做 然后有未来五年的forecast 然后你对市场的承诺 你要公开透明很多的这些document 包括你的auditor report 这些都要公开透明 包括你未来的计划 这些其实它是相互的 因为你公开来融资 股权众筹的好处是你可以公开融资 在那个特定的时段 上市公司是一直公开在融资当中 可是股权众筹就只有在我们平台是最长60天的时间 当我们list上去了以后 这60天融到就融到 融不到就关了 你想再投也没了 可是在这个期间 它就要把大部分公司的一些内容公开出来 所以它还是有 只不过跟上市比起来它就少了一些 但它还是有这些义务跟责任 一定要 所以它还是需要跟一些corporate advisory firm 还是一些银行在接溃这些东西 有IB吗 不需要 如果它去找IB那就太贵了 它就走向上市了 所以它还是需要一些advisor来告诉它 因为未来的企业 尤其是成长中的企业 它看到了市场的契机想要抓住 一般他们都是市场的人 从CEO到COO 可能整体的运作都是为了市场提供服务而打造的 所以他们对财快财务方面不熟 因此我们都通常我们都会几乎 接近compulsory 要求他们去找一个advisor 来告诉他们 包括五年的forecast怎么算 因为在forecast当中 其实透露了很多讯息 实在不实在到底能不能做 当然有些会比较浮夸 所以在那个advisor 想要做一个公司的估值的过程中 会一直去挑战说 到底你用了什么策略 为什么你觉得 这个营业额会成长翻一倍 或者利润可以这么高 会不断的提到 连这个advisor 一般的advisor都是一些合格的accountant 他们在看的时候 会有各种各样的element去检查 而市场上面的估值 也有高达九到十种不同的方法 善用的这些方法 综合了以后才会得到一个估值 而这个检查也某种程度了 回馈给我们平台 比较知道说 实不实在 因为太浮夸 对我们来讲 意义也不大 因为投资人也看得出来 所以主要的目的 还是要说服投资人 以便从逻辑判断 接受这家公司 是未来有成长机会的 刚才你有提到这个费用 这一块 你看我们上市lead market的费用 大概是一百多万 那如果上市ace的话 是大概三百多万 那这个cropfunding这方面 那个费用 他还是要请这些advisor 大概多少钱 advisor就相对便宜很多 因为主要是出turnship跟做valuvation 估值 那这个部分大概在一万块马币以内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相对是便宜的 那当然他花比较大的一个费用还不在这里 还有roach show 跟IPO一样还有大量的roach show 这个可能会花一些费用 加上要写文案 因为不能只是eternship 有些公司确实需要靠故事 所以他需要告诉别人他的vision 他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 和拍一个video 这个部分我们把它叫做marketing的部分 包括roach show 可能会有一个费用 除此之外是平台的费用 整个费用会大概去到多少钱 要看他众筹金额的目标 要几十万在那边 一般在十万以内应该可以搞定 那我是比较好奇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股权众筹发起人 他们需要背负怎么样的责任呢 因为是投资者在投钱 其实公司现在当然第一 是under在equity crowdfunding ECF的法令下面 现在在众筹结束了以后 其实法令上面还是有规定 他们每一年需要有提供财务的报告 要有AGM 要跟所有的投资人交代股东 那第二是其实我们自己平台 自己take的initiative 我们其实一直在跟进他们 然后我们要求他们 其实每三个月做breathing 每六个月做一个快速的汇报 每一年做一个AGM 我觉得我们也希望他们去演练这个事情 不然未来IPO你也要面对 所以你现在开始演练 所以这也是我们会做的一些动作 所以在财务报告方面 只需要一年发布一次就可以了 对财务报告是一年发布一次 因为你看main market跟A是每个季度 然后你去到Lib就是每半年一次 那你去到craftfunding就是每一年一次 他一直在慢慢的调高 所以其实my starter基本上就是Anthony的之前 就是来找到Anthony要做的之前 可是在我们投融资道的这个单元 其实也是开门建商底下的一个单元节目 我们的主持人其实就有跟一些嘉宾 聊到过股权架构 其实就是Anthony刚才很关注的投资者 他们是不是有一些可以被满足的一些需求 或者是他们的一些福利 还有就是这个公司本身的责任 那其实对于像吴文斌大哥你有讲 这个股权众筹发展的这么些年 其实成功吸引投资者的这个股权架构 它的设计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有的一开始大部分因为是创业公司 或者有些人说这种startup是烧钱的公司 对啊对啊 所以一般都会提供ordinary share 因为他们其实也给不了任何的dividend 股票当中没有interest嘛 所以只有dividend 或者我们期待那个capital gain 就是股票的增值 那过去比较是面向这个 后来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在操作我们的平台 我们也发现其实股权众筹不只是帮到startup 很多中销企业可以善用它 因此也有很多中销企业来我们这里融资 而他们其实是有profit的 也能给一些dividend 因此这些年尤其是2020 2021这两年 特别多一些RCPS 就是一些preference share 然后有dividend的 可能用一个五年 每一年给个5% 8%的dividend的一些股票 最后当然他们也保留了可以convert的一个权利了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投资人 虽然看到有dividend不错 因为吸引他们每年拿一点是不错的 有分红嘛谁不喜欢 对可是他们真正期待的还是capital gain 因为那个才是我回到刚刚一开始讲 它那个高回酬就在那个阶段 你想想看如果你在五年前能够投资到 比如说一些上市公司 近期今年特别多嘛 很多上市公司 如果五年前你有投资到他公司 哪怕拿一点点一个percent也好 你现在的回酬是不得了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 那些人在现在投资股权众筹的公司 看到他们五年期待要IPO 即便是你给我dividend 我也希望你不要把我踢出来 我还是希望跟着你拿ordinary share each 到IPO到板上去 所以他们期待那个回酬 那个不得了那种回酬 就是指这种回酬 所以为什么股权众筹吸引投资人 就是期待这种回酬 其实我这里要追加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上市公司 你当然很难说 除非你自己本身也是大富豪 要不然你怎么可能买上市公司的股权 买到你可以有一个很大的发言权 对不对 但是股权众筹不同 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 甚至是新创企业 会不会有一些投资者 就会去关注说 我买你的这个股 那我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发言权 一定比例 我可以跟着你做决定 有没有人会在乎这个事情 大部分不太在乎 因为其实即使在股权众筹 我们也会维持在 因为Angel Round 一般是只30%股权以下 那我们过去观察 大部分都在20左右 甚至有些只有10% 而这10%是由100或者200个人组成的 因此每一个人可能只有1% 或者更小 零点几个% 所以每一个人几乎都没有什么 真正的权利 所以对他们来讲 其实他们也不太care 而且大部分的生意 也不是投资人知道的生意 他们只是觉得很有趣 其中一个 我觉得吸引很多人 关注股权众筹就是 你会可能没有办法想象 马来西亚也有人做这种生意 好玩 这个有趣 所以变成一种discovery 常常在看 原来还有一种这样的model 原来有人做着这件事情 这样都可以做 对 有一点这种想法 其实它就比较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 没错 所以你看根据 SE在2020年的一项报告有指出 80%的股权众筹的参与者是散户 然后当中有60%是35岁以下的 所以他们 可能股市对他们来说 他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去了解一家公司 而且你要学习怎么投资 也不容易 那这个如果是众筹的话 他给你的那个回酬 是他们想要看到的 然后他们那些新颖的那些business 是他们觉得很吸引力的 很有趣的 那当然在这个上半期的节目当中 像Anthony有提了很多从财经股市的知识方面 带过来的一些资讯 就是做了一个对比 到底股市跟股权众筹有什么不同 然后我们也从吴文斌大哥的口中了解到了 企业本身跟投资者本身 他们的这个关系是什么样的 在股权众筹的过程当中 在下个星期的下半期节目当中 我们会继续的来聊 聊什么呢 聊股权众筹结束之后 其实企业可以做些什么 他应该要怎么去善用这笔资金 还有当然就是一些投资者方面 他们的意向到底是不是有一些改变了呢 那有更多的这个好奇的话 记得要关注下个星期四 同一时间的开门建商之开门新趋势 这个节目是BFM财经制作的节目 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 财经.my BFM的网站和最新版本的手机应用程式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 都可以PM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Instagram或者LinkedIn 开门建商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